菜上来后,蓝旺鸡立即给魏无羡加菜添饭,魏无羡看着蓝旺鸡给自己加了慢慢的一碗,有些语色,但这也是蓝旺鸡的好意,魏无羡也不多什么,反正吃就对了。 用餐的过程,非常的安静,蓝旺鸡也是一直给魏无羡加菜,倒饮料。 魏无羡看着蓝旺鸡不停重复的动作,终于忍不住说道,蓝湛,你也别一直给我加菜你也多吃啊。 蓝旺鸡一顿,说道,我,怕你饿。 魏无羡,你给我加那么多,是觉得我胃口很大吗? 蓝旺鸡,不是的,我,魏无羡,行行行别说了。 说吧,魏无羡故意给蓝旺鸡咬了一勺麻婆豆腐,魏无羡笑眯眯地看着他道,你也吃,这豆腐很好吃。 蓝旺鸡看着红通通的麻婆豆腐,难以下口,他是在不能吃辣的,可他又不想辜负魏无羡的心意,他咬着牙,一口闷了下去。 随即,被刚入口的麻婆豆腐,呛了一口,蓝旺鸡面色胀红,连续咳了好几声。 魏无羡意识到不对,连忙给他倒了杯饮料。 原以为,蓝旺鸡缓解了,怎料蓝旺鸡咳得更严重了,魏无羡慌张地说道, 喂,二哥哥,你怎么了? 没事吧? 蓝旺鸡,魏英,你给我喝了什么? 魏无羡,喝了什么?当然是了饮料啊。 说吧魏无羡就拿着饮料罐给蓝旺鸡看,仔细一看, 这外包装,虽然长得像可乐,但上面写的是水果酒。 魏无羡,完蛋这个事,这瓶是他一开始拿进来的调酒,本来已经打开了, 结果蓝旺鸡不让他喝,最后只能放在一旁。 可魏无羡实在没想到,他会拿到调酒,魏无羡颤颤巍巍的转头。 他知道蓝旺鸡醉酒后是很恐怖的,在出车祸前,蓝旺鸡喝醉过一次, 那一次,蓝旺鸡是一直打他的屁股。 魏无羡立刻跳离蓝旺鸡身边,捂住自己的屁股, 看着蓝旺鸡渐先小睡一觉。 魏无羡趁着空荡,打电话,叫来了代驾。 包厢内,蓝旺鸡已经悄悄地醒来了,而这时魏无羡才刚叫完代驾, 正准备把手机收起来时,不料被醒来的蓝旺鸡一把抢走了。 魏无羡,魏魏魏,你干嘛呢? 这我手机。 蓝旺鸡将手机踩在怀里,眼睛不眨眼地盯着魏无羡, 魏无羡被他看着怪毛的,他说,你看着我坐肾。 蓝旺鸡哼了一声,伸出手把他拉到怀里, 抬起他的下巴,稳住他的唇。 魏无羡一股作气推开了他,大概是因为罪的缘故, 蓝旺鸡并没有很用力抱住魏无羡。 魏无羡摸着自己被蓝旺鸡咬红的唇瓣说道, 别动不动就,亲人好不好。 蓝旺鸡垂眸,一脸委屈,勾住魏无羡的手指道, 不能吗? 你是我老婆,不能亲吗? 魏无羡,不是不能,爱算了,把我手机还我。 说罢伸出了手,想要拿回自己手机, 可蓝旺鸡却躲开了。 蓝旺鸡说道,你想打给谁? 魏无羡歪着头道,我还能打给谁? 蓝旺鸡,你有老公了,不能随便打给别的男人。 魏无羡扑哧一笑,你这是从哪学来的台词? 蓝旺鸡,学你的。 魏无羡一愣,自己确实有说过这句话, 可蓝旺不是失忆了吗? 怎么还会记得他失忆前, 跟他说过的话? 这句话,是两人领证的当天, 魏无羡握住蓝旺鸡的手, 一双亮亮的眼睛看着他说, 你是有老婆的人了, 以后不许随便打给别人。 魏无羡叹了口气, 我不打给谁, 我只是帮你交代价而已, 我求你了, 把手机还给我。 蓝旺鸡, 哼,又是一声哼, 魏无羡一把夺回自己的手, 放到口袋里, 下一秒, 蓝旺鸡抱住了他, 他俯身蹭了蹭魏无羡的脸颊, 这轻腻的动作, 使魏无羡脸颊瞬间通红。 魏无羡抬头看着他, 发现蓝旺鸡又想吻他了, 魏无羡撇开脸颊, 让蓝旺鸡扑了个空。 蓝旺鸡蹭眉, 按住魏无羡的后脑, 狠狠地稳住了他。 蓝丝锥, 蓝总, 代驾倒, 了, 包厢的门突如其来地被打开, 让魏无羡猝不及防。 当然看到蓝二夫人跟蓝总拥吻的蓝丝锥, 他的小脸蛋也刷得一下就好了。 蓝丝锥心道, 非礼物事, 非礼物事。 他轻壳一声, 蓝总, 二夫人, 代驾倒了。 蓝旺鸡听到了声音, 终于放过魏无羡了, 魏无羡喘着粗气说道, 好好好, 我们收拾一下东西就出去。 车上的司机, 年纪很轻, 大概跟蓝丝锥年纪差不多, 司机看着后座的两人, 并没有说话, 这种福福他早就见怪不怪了。 过没多久, 已经到了别墅, 司机看到这么大的别墅, 震惊了, 魏无羡迅速给司机转账后, 立即下了车。 进屋前, 司机叫住了魏无羡, 魏无羡回头看了看司机, 司机颤颤巍巍地说道, 那个, 你还记得我吗? 魏无羡很疑惑, 仔细打量着司机, 魏无羡瞪大了双眼, 你是温宁。 魏无羡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温宁, 温宁之前是跟他住在同一个小区的小朋友, 经常被人欺负, 总要他子子站出来保护他。 自魏无羡上了高中以后, 就再也没见到温宁了, 转眼已经过了许多年, 没想到再次见到温宁时, 温宁的变化居然如此之大。 蓝忘机皱了皱眉, 捉住魏无羡的手腕道, 他谁是? 你们又为何认识? 魏无羡, 你先放开我, 疼死了。 蓝忘机, 不放。 魏无羡, 你。 温宁, 那个, 魏, 蓝忘机瞪了温宁一眼, 搂住魏无羡的腰, 宣示主权, 蓝忘机淡淡道, 他是我夫人。 魏无羡, 蓝湛, 温宁, 那, 蓝, 夫人。 魏无羡连忙摆摆手道, 温宁你别听这个罪鬼的话, 也用不着叫我蓝夫人, 像以前一样就好。 温宁轻轻一笑道, 好的, 魏哥。 听着他们对话的蓝忘机, 醋意更深了, 他再次扣住魏无羡的下巴稳住了他, 魏无羡恩恩吾得了几声, 好不容易跟温宁重逢, 这个罪鬼就吃起醋来。 温暖脸颊瞬间通红, 那, 那魏哥, 我就先走了。 魏无羡推开蓝忘机, 等等温宁, 好歹先交换个联系方式。 温宁止住了脚步, 迅速拿出自己的名片递给魏无羡, 然后驾车离去。 魏无羡叹了口气, 他看着现睡后醉的蓝忘机, 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。 魏无羡打开了门, 将蓝忘机放到沙发上去, 魏无羡盯着蓝忘机解开的领子, 想说伸手帮他把领带解开。 蓝忘机捉住了魏无羡的手, 把他拉到怀里, 捏住他的稳住了, 魏无羡已经习惯了。 蓝忘机这动不动就亲人的行为, 所以并没有反抗。 蓝忘机, 你怎么不反抗? 魏无羡很疑惑, 非得要反抗才好吗?